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想讲一下关于一个富美生子的一个附带的小福利 那就是无痛分娩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叫硬膜外麻醉 可以让产妇在生产过程当中几乎体验不到这个疼痛的感觉 可能说到这里比较性急的听众就会马上反驳了 你说的这个在中国其实也完全有啊 中国也有这个无痛分娩 也有这个硬膜外麻醉 都是有这样的服务的 你凭什么说这是富美生子的一个福利呢 话确实是这样说 但是呢实际上根据在中国这边生育分娩的这个统计数据来看 实际这个无痛分娩的福利 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等闲就能享受到的 就比如说我搜了一下网上的这个新闻 2017年呢人民日报这边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统计下来 2017年在中国分娩的这个产妇它的无痛分娩的这个普及率只有10%左右 那具体它没有列举里面的数据只是引用了这么一句话 那我们就暂且认为它这个10%是包括了所有的这个产妇的 包括铺腹产和包括顺产 那如果假设顺产在其中占一半的话 那无痛分娩也仅占顺产当中的20% 而事实上呢在这个西方发达国家 比如说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香港 如果是顺产的话 无痛分娩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至少要达到80%到90%这样的一个比例 像在美国这边如果是产妇有要求 而他本身身体没有特别的一个缺陷或者说过敏的话呢 医生或者医院都会提供这样一个无痛分娩的服务的 他收集一定的费用然后给你打这个麻醉 根据罗宾这边的经验来看 基本只要打了这个麻醉 基本在整个分娩过程当中都不会感觉到什么特别的疼痛感觉 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感觉 只有一些胀胀的感觉 然后这个就很顺利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OK那可能有观众听众也会要问了 那为什么在国外在这种发达国家 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这些发达的国家 甚至在香港顺产的这个无痛分娩率这么高 而在中国为什么只有10%呢 就是说即使是以保守估计也只有20%的普及率 那罗宾这个经过一些自己做了一些小调查 以及问了一些这个业内人士 那有这么一些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麻醉湿数量的严重不足 在中国这边呢 这个产科这边麻醉湿的资源是不大够的 一般只有碰到那种非常严重的情况 就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碰到的 这个产妇因为过于疼痛而这个跳楼 像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非常疼痛 那医院方面会把这个麻醉湿的资源给调配过来 给你使用这个无痛分娩 那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就是正常的疼痛 医生觉得你这个完全忍一忍就能过去的 那他就不会把你列为一个比较高的优先级 也不一定会把这个麻醉湿的这个资源给你用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求我做无痛分娩 但事实上这个资源不到位麻醉湿不到位 所以说也无法给你做这个无痛分娩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可能是罗明猜测 可能是因为使用了无痛分娩以后呢 他会拉长这个顺产的这个产程 一般根据这个一般根据以前的记录和这个统计数据来看 使用了无痛分娩这样一个使用了这个硬膜外麻醉 顺产的这个过程呢比不实用嘛 所以他一般会延长两个小时左右 而对于中国国内 尤其像这种一二线大城市 它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紧缺的 像我们在很多电视剧里面会看到 像这种产科医院 这种妇幼保健医院里面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病房 一般都是一床难求 有的时候很多产妇也只能在那个走廊里搭一个床 然后等待分娩的时刻到来 所以说呢医院方面是尽可能希望这个产程是尽量的缩短 以便把这个床位控出来给更有需要的一些其他的这个代产的产妇 所以说如果使用了这个无痛分娩的这样一种技术 那有可能会拉长这个产程 那导致这边的生产的翻台率会降低 就和那个餐厅里面的这样一个翻台率是一个意思 就是导致这边的可以叫翻床率吧 翻床率降低 那会使更少的这个产妇享受到这些床位 那也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 所以综合的考量下来 一般的国内的医院呢 如果你是这个顺产的话 一般他医院也不大会推荐你使用无痛分娩 那只有你在要求的情况下 并且医院觉得也是必要的情况下 才会给你上这个无痛分娩 那当然了这些是针对公立医院的资源而言的 如果是那种国内的私立医院最有名的 比如说像何穆佳 他是在这个生育当中是会提供这样一个无痛分娩的一个选项的 那罗宾也翻了一下他们的网站 报价是这样的 就顺产归顺产 他有一个套餐 好像是59000人民币 那如果需要加上一模外麻醉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痛分娩的话呢 是再要加上7000人民币 大约和1000多美元的样子 价格也颇为不菲啊 当然如果是在国内生育 那你可以考虑 如果是我一定想要避免或者说减轻我这个生育当中的受的罪 遭受的这个疼痛的折磨 那我就可能选择这些私立的医院 那我自己多掏钱 自己来选择这个无痛分娩 OK 那国内为什么这个无痛分娩的比例 为什么这么低就先说到这里 那回到回过头来来说一下美国吧 美国这边的剖腹产自然不消说 剖腹产肯定是要用到麻醉的 否则肯定是不消 那顺产的话呢 它一般就是给你选择 你是不是要用无痛分娩 那如果需要的话呢 它的这个麻醉师啊 是单独的 它和这个医院和医生 其实并没有什么隶属的关系 它属于等于是一个单独职业的一个麻醉师 如果有需要的话医生医院这边会帮忙 帮你这边找一个麻醉师 然后当然这些麻醉师都是这个正规的 有这种职业资格的麻醉师 然后他会到当地 然后在你这个生育的时候 给你做一个硬膜爱麻醉 忘了介绍了一下 这个所谓的无痛分娩 一般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是使用的叫一个硬膜爱麻醉的方式 那它的麻醉方式呢 就是在这个产妇的脊椎后面插一根针 插进这个脊椎当中 尽量靠近你这个神经的地方 然后呢 在缓势的将这个麻醉药剂推入其中 把你这个脊椎当中的神经给它麻醉掉 这样呢 你几乎就不会感觉到一个痛苦了 然后因为它直接作用在你的脊椎之上 脊椎的这个神经之上 所以基本不会对产妇本人 以及这个婴儿 产生一些什么负面的影响 除非你对这个麻醉剂有这个特殊的过敏 或者说你的身体体质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 才有这个很小的可能 会有一些这个额外的风险 一般情况下都是不会有额外风险的 这个麻醉的方式在国外也非常的普及 也是一种非常成熟的麻醉方式 那罗宾前面也说了 顺产在这个美国 它大致有80%到90%的产服 一般都是选择无痛麻醉的 那剩下的10%到20%呢 可能觉得第一为了省钱吧 因为无痛麻醉毕竟是要掏钱的嘛 2013年罗宾去那边无痛麻醉的报价 在洛杉矶那边报价是500美元 现在的话听说已经有的便宜的地方 涨到了1000美元左右 贵的地方可能要2000到3000美元 那这价格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所以说可能有的产妇考虑到经济方面的原因 他不去选择这个无痛分娩 那当然了对于我们富美生子的家庭来说 那一样到都到了这个美国 这个大钱也都花了 可能也不会有很多的准爸爸准妈妈 去选择那个有痛分娩 那大多数我还都是选用了这个无痛分娩 根据跟这一些那个产妇 他们聊下来以后 基本体验也都是和罗宾这边的体验差不多的 就基本是感觉不到什么疼痛的 那有少部分的会感觉到一些轻微的疼痛 那也是完全都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的 然后生育的时间可能是会有一些拉长 就是基本上有一些甚至就说 那个躺着躺着躺着 然后过了一会儿医生说 这个指已经开到 比如说开到八指九指可以生了 然后就用用力 这个深呼吸几下就呼一下就生出来了 所以说在罗宾看来呢 无痛分娩这个技术 真的是对人类生育这个孕妇产妇来说 都是一个福音 让你在生育过程当中免受了非常巨大的痛苦 据说这个痛苦可以达到这个十级 就相当于几十根骨头一块断裂 这样的一种疼痛等级 罗宾本人是体验不到这样的一种疼痛的 但是想象一下可能也是非常难熬的吧 所以说呢 如果去美国生孩子 其他罗宾不敢保证 如果你想要在顺产当中 享受无痛分娩这么样一个技术 在美国这边生孩子呢 基本是可以保证的 只要你提这个要求 只要你付得起这个麻醉的这个费用 那你都是可以得到这个保证的 如果可能对于疼痛方面 比较敏感或者比较害怕的孕妇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负美生子的这个好处 当然这个好处也也是 就像罗宾前面说的 是一个附加的福利 并不作为一个主要的负美生子的一个原因 那主要负美生子的一个原因呢 还是在于对于孩子将来的一个选择权的问题 孩子将来选择在哪里生活 学习工作的一个自由度的一个问题 综合的一个考量 那再决定是不是要去美国生 好了 那今天就讲了一下这个负美生子的一个小福利 就是关于无痛分娩这样一个事情 如果对于富美生子这件事比较有兴趣 或者有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们呢 欢迎来联系罗宾 罗宾的联系方式呢 在屏幕的左上角和左下角 收听罗宾音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 可以加罗宾的微信 罗宾的微信号呢 是82747970 82747970 罗宾这边呢 可以为大家提供富美生子城市签的代板服务 以及美国签证的代板服务 包括旅游 探亲 工作 这个学习 这样的一些签证 包括还有这个K1签证 就是未婚妻签证 这些签证的代板服务 以及富美生子相关知识的一个辅导 以及这个 辅导以及普及服务 那当然是要收费的 OK 那另外呢 罗宾还开了一档 另外的一个播客节目 叫闲看日本 是以一个日本自由型资深玩家的身份 为大家普及科普一些 关于日本的自由型深度游的一些知识和体验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 那罗宾这两档节目 闲看富美生子和闲看日本呢 在喜马拉雅 蜻蜓FM 以及苹果iPhone的Podcast里面 都有更新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为什么呢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能够 我们下期待